那是1999年的中秋节 爸爸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捕到拘留所 在本应团圆的月光下 我和妈妈走在去北京上访的路上 那年我八岁 我修炼法轮功以前瘫痪在床 你看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这还不能证明法轮功的神奇吗 在我五岁那年 妈妈突然瘫痪在床 98年的初秋 一位阿姨推荐给妈妈一本书 转法轮 妈妈你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哎呀好了 妈妈你站起来了 你站起来了 爸爸呢 还没回来吗 快找我们找爸爸去 等一下先把书包摘下来 我腳踏下来 那你们炎语 我可以帮我 说我要神奇 我某个人 我不要解释 我不能解释 你 我可以帮我 我可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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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三年的瘫痪就这样 在看了一遍转发轮后 奇迹般的好了 整天愁眉不展的爸爸 以吸烟打发日子 看到发生在妈妈身上的神奇 也开始看转发轮 刚一看吸了一口烟就呕吐起来 直呼这烟这么苦 从此进了烟 我们每天早晨练功 晚上就在一起读转发轮 这些都是高级药啊 都扔了 不然这个先留着 没病了 药就没用了 有时候孩子比咱们都明白 对 都扔了 一个不要了 这孩子就喜欢打提琴 买 喜欢就供他学 现在咱们也不用为你的病炒喜了 别说医药费 就什么不抽烟之前 也够给他学琴之前 这是爸爸妈妈给我的生日礼物 那是98年的中秋节 听爸爸妈妈说 给我起名字叫圆圆 就是因为我出生在中秋节 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 妈妈带着我去北京上访 结果警察将我们扣押了15天 回到家乡 警察又冲入家里进行抄家 把妈妈抓到了监狱 我就这样躺了三天三夜 不知道睡没睡着 只记得哭了擦干了 又湿了 亲戚们商量好 我一家住一个月 就这样 我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到树里今天 就到树里ном准时春节 你不准哭 要哭你就走 打个飛 你吃晚餐了 好吃 delicious 乖awan 那我还是月饼吃妳 好吃点儿啊 来儿子 好吃的 当时姥姥已经78岁高龄了 自己一个人生活都很吃力 可看到我在别人家里更遭罪 就把我接到她那儿 不管怎么说 我终于结束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月儿温暖 月光似水 山河万里 孤母一回 雨中的妈 仰望一月 不知我的小宝贝 是否有海水 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 我伤悲 惊心等待那一天 满天才下飞 才下飞 又是中秋月圆 又是中秋月圆 路边偶遇了和我 有着同样经历的小妹妹 中秋快乐 轻轻轻轻地拉着她的手 天下飞 告诉她 别害怕 十二年前的中秋 妈妈就是这样温暖着我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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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擦去她脸上的泪 孩子说想妈妈 好想妈妈 昨天的天气很冷 孩子失去了家 叔叔阿姨来看望她 孩子说好想家 外面的世界你知道吗 遍地都开了花 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 为你住起了家 外面的世界你看到吗 亲人在等她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 孩子说想妈妈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 那么问她 LY 轻轻轻轻轻轻轻 拉着她的手 告诉他别哭 轻轻地擦去他脸上的泪 就让我带走他 这你的天气太冷 孩子没有拥抱 就让他来到我怀中 就让我给他家 外面的世界你知道吗 天地都开了花 心爱的孩子你知道吗 为你住起了家 外面的世界你看到吗 亲人在等他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 孩子说小妈妈 善良的孩子啊 你不会孤独 你的亲人在牵挂 你不会没有家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 孩子说小妈妈 孩子在盼回家 你不会在我宝宝 我妈妈 听你的 perspective 这个 你不会晒 你不会晒 我 arriv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